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最近辐射高效更新很多玩家都忙着冲锋 在这种情况下装备也是开始热卖了 最畅销的就是红铁烹纸 基本就是供不应求 但比较无奈是制作红铁的材料也开始涨价了 你们看这个装用铸铁一个要换12000的金条 价格真是贵的离谱啊 中炭杆的价格也在涨 我记得之前的当价是2100左右的 现在已经涨到2500了 感觉它后面还会继续升价 看着这波强陷弓和采集职业可以大捞一笔了 小强也是问粉丝见了个挖矿工的哈 看采集职业撞击条速度快不快 比较可惜的是粉丝的技能没有顶码 特别是帮同框的技能 点都没点感觉他有点亏 看着今天咱们只能去采集王铁矿和稀土矿了 这两种材料都是现在比较热卖的 王铁矿可以在莱文市和莱文黎明区获得 帮同框就得去圣罗纳市采集了 稀土矿则是在红山镇可以获得 咱们就从稀土矿开始测试吧 看这材料的暴力如何 感觉它的暴力还不错 一块石头基本可以采集到两个 就是它的价格有点低 赚不了多少斤条 只能靠数量堆上去 稀土矿这材料12专就可以采集了 价格低点也正常 咱们去莱文黎明区开宝箱吧 看王铁矿的暴力搞不搞 先试试开20个普通宝箱 看能得到多少的黄铁矿 我去你们感性吗 我叔叔开了20个普通宝箱和7个精致宝箱 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只得到两个黄铁矿 之前我还以为这支也很壮金条呢 现在看了八块工的处境非常长啊 你们看稀土矿一个66斤条价格很低 虽然很好慢 但想它的壮金条很不现实 咱们再来看看黄铁矿的价格 它的当价是200多斤条 你花了十多分钟才壮500斤条 收入和回报完全不成正比 黄铁矿这剂呢粉丝差一几就点满了 但暴率还是这么低这职业真的长 不过有一点我比较好奇 为什么帮同框比黄铁矿的价格还要便宜呢 如果有小伙伴们知道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小强看到粉丝这么长也是打算帮他一把 咱们就给他倒一波镜条 所以把红点烹纸给他 你对粉丝还真够好的啊 居然倒了40万镜条 他不单只得到一把红点 还能爱获得6万镜条 看着我都羡慕了 之前有小伙伴说咱们的红点价格很贵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再给你们一个福利 如果小伙伴们买了我的红点粉丝 可以私下来找我 这将会发完6万镜条给你们 哇塞基本就不赚钱了 大家都是平民玩家 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嘛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先这里 我是翔 我们下期见拜拜